上一次做了从里到外都是芝士的螺旋酥 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做一款从里到外都是芝士的月饼 里面的流星线打开之后真的是把我自己都惊到了 这期视频呢我会教你们怎么做出这种不会塌也不会开裂 里面的流星放了两三天之后呢 还是呈现这种非常细腻流动性的一个状态 流星月饼呢分三个部分 第一个呢是流星线 另一个是奶黄线 最后一个呢就是外面的月饼酥皮 为了让流星线更加细腻呢 我这次用了摩菲揉音破壁机来搅打这个流星线 首先把打在屏幕上的配方全部倒进破壁机 外面套上一体加厚隔音罩 加高的防抑盖呢也给它拧紧 然后用奶昔模式给它搅打细腻 我发现这个破壁机它本来声音就不大 盖上这个盖子之后啊这个声音更小了 搅拌好的流星线呢过滤一下 可以看到啊流星线过滤到最后其实没有剩什么残渣 挤到模具里面去 这个模具呢是五颗一个的模具 盖上去放在冰箱里面冷冻一个晚上 接着把破壁机洗了 然后开始做奶黄线 用它自带的高温清洁功能运行一遍就好了 它是高温的清洗模式 所以到最后呢我们只需要把它用清水冲洗一下就好 杯底还是一个陶瓷油的不粘涂成 非常好清洗 奶黄线的配方呢也打在屏幕上了 把所有的食材全部倒在一起 这里这一部分如果不加芝士粉呢就是原味的奶黄线了 我呢一般呢用机器解决的事情都不太想动手 还是选择奶系模式 把食材呢打到细腻 馅料呢你们一定要尽量打得细腻一点哦 然后再用滤网过滤一次 我一般用破壁机打出来呢已经是很细腻了 但我还是会再过滤一次 它其实也过滤不出来什么东西了 开小火把黄油倒进去 然后一直搅拌 直到这种看不见液体流动的状态下就可以关火了 接着就用锅的余温用刮刀一直压拌它 直到看不见液体就可以了 放冰箱里面冷藏备用 接下去可以开始准备月饼酥皮 软化好的黄油加入糖粉 混合均匀之后呢加入常温的鸡蛋液 鸡蛋液是少量多次 每一次都混合均匀之后再加入下一次 一定记得是常温的鸡蛋液哦 接着呢就把粉类的材料全部一起倒进去 如果说到最后这个酥皮非常的油非常的水 那么你可以稍微再多加一点点的低筋面粉 稍微搅和均匀之后呢就戴上手套 用手去把它揉搓均匀 最后呢盖上保鲜膜 换在冰箱里面冷藏松弛两三个小时左右 昨天晚上做好的流心线呢也已经冻好了 把它们全部脱模 接着呢把冷藏好的奶黄线分成15克一个 把冷冻好的芝士奶黄流心包进去 这里速度要快一点 因为这个流心化的速度太快了 如果可以的话还是放在冰箱里面取一个包一个吧 盖上保鲜膜放冰箱里面冷冻个半小时 冷藏好的月饼酥皮呢分成30克一个 然后用掌心压扁之后 把之前做好的奶黄流心线呢给它包进去 用虎口的位置慢慢把它收紧搓圆 表面呢轻轻的蘸一点高筋面粉 模具里面呢也可以薄薄的刷一层上去 可以防止粘磨 压磨好之后的流心月饼呢不要马上就烤 放冰箱里面冷冻一个晚上之后再烤 这是冷冻了一个晚上之后的月饼胚 烤箱呢需要提前预热 上面210下面19 烘烤13分钟左右 怎么判断流心月饼是否熟了呢 熟了之后的流心月饼它表面是会发白的 刚出炉的时候呢月饼胚是有点软 在凉了之后呢它就会变硬 可以看到里面的流心线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这个流心的状态真的是把我自己都惊到了 对于月饼有出量的要求啊 用破壁机去打这个流心线真的是太省力了 这个月饼配呢你可以冷冻在那里 在你想吃的时候再去烤 这样子就不会浪费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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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